2018年世界杯冠军出炉 法国4比2踢走克罗地亚捧金杯 根据世界日报消息 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赛在莫斯科 卢日尼基体育场开踢 法国队史上第三度参与决赛 对战首度争取金杯的克罗地亚 法国上下半场各攻进两球 以4比2击败克罗地亚 相隔20年后 抱回队史上第二座冠军金杯 并带走历来最高的3800万美元冠军奖金 法国在1988年世足赛四强击败克罗地亚 最终抱回首个冠军 双方在相隔20年后又在世足赛碰头 争夺大力神杯 法国在比赛第18分钟 由格里兹曼开自由球 克罗地亚前锋曼祖基奇在门前 想以头锤解围 不料却意外把球顶进自家球门 让法国对乌龙球取得1比0领先 本届累积12个乌龙球 打破历来记录 这一球更是史上第一例出现在世界杯决赛的乌龙球 克罗地亚之后 在第28分钟也利用自由球机会 球传到佩里西奇脚下 踏起左脚破门 驻克罗地亚将战局扳平 佩里西奇个人在本届赛事累积3个进球 第34分钟 法国开脚球 佩里西奇在禁区争抢时手不慎出道球 经过录像 助理裁判检释后确认为首球 因此让法国获得12码罚球机会 由克里兹曼操刀破门 驻法国取得2比1领先 也是格里兹曼个人在本届第4例进球 上半场法国仅掌控39%的控球率 不如克罗地亚61% 只有一次射中却进攻2球 上半场取得1球领先 而两队在上半场共踢进3球 也创下士族赛自1974年以来的上半场最多进球 下半场第59分钟 法国又掌握机会 伯格巴在克罗地亚的防守下 起左脚破门将领先拉开为3比1 接着在第65分钟 法国靠姆巴佩在禁区外起右脚破门 把双方差距拉开到3球 而法国取得4比1领先后 门将洛里斯却在第59分钟发生失误 让曼祖基奇把球送入网 但克罗地亚最终以两球之差 无缘对时守冠 亚军仍写下士族赛的最佳成绩 获得2800万美元的亚军奖金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